好 最新画面我们同时为大家呈现在镜头上 这个是在刚刚就是6点49分发生的 在花莲规模5.3的地震 那么这是来自花莲在地震当下 发生时候所拍摄到的最新画面 好 继续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北捷运宣布未来将引进韩国 韩国乐铁电联车 并且在高运量的路线投入营运 内部的照片也曝光 只见这个车侧玻璃踩一片式设计 而且全车厢踩一字形座椅 提供更宽敞的车厢空间引发讨论 有网友迫不及待地说 希望赶快地上线移运 但是有人直言韩国车不敢领教 直言先前台铁最美区间车 EMU900型电联车 就是同一个韩国厂商 却是评传小瑕疵 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吗 来到台北捷运 这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列车车厢 不过在未来将会有全新的车厢 首都要从韩国引进 马上投入VR镜头 待您知己 全新引进的韩国乐铁电链车 有别于目前北捷的车种 是踩多片式车窗 新引进的列车 车侧玻璃会踩一片式设计 另外也没有现在的L型座位 全车厢会踩一字形座椅 除此之外 车门退缩区也会增大 并在第一跟第六节车厢 配置无障碍空间 同时将增设轴流风扇 车间通道也会增加照明 目前规划交车7列一共42辆 而首列新式电链车 预计2025年底交车 2024年4月上路引运 第一次行的话应该比L型舒服 因为L型的话 我们都会坐下去的时候 脚会卡住 感觉上是空间会变更大 参访的时候还有发现 我们首尔地铁里面的每一站 里面其实都有空气清净器 包括车厢里面也有 所以他们在这次设计的时候 就有特别说 北极规划将在高运量路线 引进韩国乐铁电链车 照片曝光之后 引发网友讨论 有人认为拉环很少 中间扶手不够 有可能会飞出去 也有网友直言 韩国车不敢领造 质疑台铁造训还不够吗 甚至有人调侃 有种失速列车的味道 目前的设计大概是定案 可是可能还会多 多少有一些修正 韩国车好像在香港 在哪里都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对它不是那么有心 我是觉得韩国车相对来讲 应该是比较便宜 也大概在维修工作上面 这么多年来 应该很有把握 毕竟会在高运量路线 投入营运 不仅得兼顾动线 车厢设计也要有效 疏解涌击度 初步设计曝光 就率先引发话题 这里是徐修明 台北采访报道